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啊 老兵要跟各位讲的事情 就是中俄一铁三角联盟 现在面临的西方的反扑 那么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搞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之前啊 老兵呢 也很欣慰 很多网友对我的节目一直以来都是高度信任的 就像我说过 我说在英国中下阶层很多人一天就吃一顿饭 有的时候一个礼拜 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 你看到没有香港的那个女皇师 那个女孩啊 那个硕士还是硕士学历啊 我发现这个是不是 不知道这个书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 大概是啊 跑到英国去 每天就一餐饭 坚持七个月坚持不下去了 然后她的人生观世界观 三观都崩塌了 崩塌了以后 只能够把自己给吊起来 把自己给那个是吧 咔嚓掉了 那么大家要知道 自杀的人啊 他是不能够投胎的 这一点大家应该是知道的 所以说呢 我想讲的就是 现在啊 你发生一起又一起的悲剧事件 如果还不能够醒悟的话 你看美国加州发生这个事情啊 这些恭敬华人社区 我说过在海外久了 人心里真的是有疾病的 老兵为什么回国 我不在 我不去站在那边 我待不下去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太不正常了 你懂吗 这个中国人跟中国人圈子里面太压抑了 人变得紧巴巴的 很压抑 真的很压抑 像我这样活泼的人 我是带不下去 我赶紧撤了啊 我先撤了啊 我先回归大本营了 卷铺盖先走了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是 现在你看啊 不管是你在台湾人 台湾人在美国被抢劫 被墨西哥佬殴打 我是台湾的 又是一个悲剧事件 香港人在英国 跑到英国去 要效忠女王 效忠查尔斯 三世国王 那是他们的圣殿 被活活饿死 被活活饿死 然后大陆人要不停地要 最高要义 人生最高要义就是移民美国 在美国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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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五个中国大陆级的 各个阶层的 有有这个 有眼前的 有有中产 有这个打黑功的 所以自己去考虑 这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 因为在对抗 就用习近平的话讲 正在新的动荡期 政治动荡期 所以说我们来看 这就是中国 俄罗斯 伊朗联合起来 对抗 西方阿萨世界 首先我们来看俄罗斯方向 德国外长对俄战争声明 引发风波 德国律长及外长贝尔伯克 周二在斯特拉斯堡 欧盟理事会上 声明引起了渲烂大波 他说我们正处于 反俄罗斯的战争中 而不是相互作战 外长贝尔伯克的声明 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有不少人认为 这是德国在向俄罗斯宣战 但德国的立场 一直是强调自己不参战 在贝尔伯克发表 有争议的声明后 俄罗斯要求德国做出解释 德国政府于周五再次强调 德国不是乌克兰战争的一方 政府副发言人克里斯蒂安霍夫曼表示 北约和德国在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中 没有参战 我们支持乌克兰 但我们不是参战方 德国总理舒尔茨 在周六的视频中表示 他和政府在乌克兰战争中 会继续坚持慎重的 不操持过激的政策 并且一直不会忘记 德国的安全德国广播电台认为 这是舒尔斯与贝尔伯克的说法 拉开的距离 贝尔伯克的言论 不仅引发政见的疑惑 也引发德国媒体多方批评 莱因内加和报表示 许多人喜欢贝尔伯克的原因是 他对这个世界的恶棍和暴君职业不讳 外交客套化 对这位绿党要员来说是陌生的 然而自本周二以来 贝尔伯克关于对俄战争的言论 也处于在非外交领域 人们只能惊讶不已 言论上的失误 正是克林姆林公所期待的 以编织更侵略性西方的传奇 但它也代表了对禁忌的破坏 贝尔伯克正在用语言 让德国参与一场战争 而根据官方说法 德国并不想参战 德兰德与日报写道 就激烈的辩论来看 这不仅是一个愚蠢的口误 也是在严重疏忽的情况下 给了俄罗斯宣传的一个危险机会 德国媒体和政治家 他应该尽职尽责 不要传播纸 包含这一句话的视频片段 而不带任何背景 来而外交部长在选择措辞时 也要有谨慎的义务 不幸的是 他这一次又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你去看看 女政治家 西方白左女政治家 女权主义的蠢笨 这就是他们的蠢笨 上一个这样说话的人是谁 就是这个英国的特拉斯 特拉斯 他的一番对俄罗斯的话 也是跟贝尔伯克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反对俄罗斯 大家要知道 贝尔伯克和特拉斯这两个女权 白皮大大妈身上散发的胡臭 他们嘴巴跟他们胡臭一样的男文 那么讲这种话是很危险的 英国讲这个话 特拉斯 那个大妈讲这个话 俄罗斯三军进入到了特殊战备状态 核武器全部处于预警发射状态 因为你那种话的意思就是 你就是对俄罗斯在宣战 德国的女大妈现在也在对俄罗斯宣战 那这种言论 俄罗斯就要为你解释清楚 你是不是 然后舒尔茨刚刚给乌克兰提供 被美国给忽悠提供 鲍尔坦克的德国 现在舒尔茨说 我要继续跟俄罗斯保持 普京保持电话沟通 那就是你害怕了 因为大家要知道 你别看西方今天说这些话 他们 我说过 他们日子好过的时候 用文明的礼貌 华丽的外衣 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暴虐贪婪 残忍与虚伪 当他们打顺逆风球的时候 他们就展现出来自己那种 没有修养 没有教养的那种残暴的本性 说话也变得势快了 这就代表说他们着急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俄罗斯外交部 跟中国外交部讲话失态的 讲势快的话 就是说像胡锡进讲出来 那种势快的话 由中国的官方来来说这种话 那是不可能的 这就代表了我们不慌不乱 他们慌了 慌了 生气了 不爽了 恼火了 才会讲这样的话 而这样的话会被我们给利用 会被他的对手利用 而进一步扩大战争 因为你他妈的是在跟我宣战 那我导弹是不是也应该飞过来了 我核弹是不是也要过来了 那我在这里打的话 会让俄罗斯有理由更加扩大这个战争 所以这种女人说这种干话 什么暴君独裁者 邪恶的 没用 这个事件你去骂 你用最恶心的话去形容你的对手 一点用都没有 而他们是控制和按钮和掌握战争机器的 你不应该去激怒这些人 激怒这些人 你又想去赢得这个战争 当你赢得这个战争 你也会被毁灭 现在就等于说是在走钢丝 左右摔下去都他妈是死 你只有想办法把这根钢丝给它走过去 否则的话 对于欧洲来讲就是毁灭 你失败了 你也是完蛋 你胜利了 你也是完蛋 怎么办 他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你去看现在的西方这种政治家 都是些什么货色 难道西方的政治家只会说干话 说牛逼话 这就是白左 白左都他妈是文化人 都他妈的会 只会讲这些干话 欺负老师人 柿子挑软的捏 这些小小的 普京不把你们衣服给扒了 不把你给扒光了 所以说 这就是说俄罗斯现在 他们对于俄罗斯 现在是一种无能为力的一种状态 无能为力的一种状态 你提供这些坦克战机 没用 你就是只会让俄罗斯去刷经验 我们现在要明白一个道理 你打魔兽争霸 你去这个MF的时候 打怪刷经验的时候 你自己也会伤邪 对吧 那很正常 这就是俄罗斯现在在伤邪 但是我把这个怪杀掉以后 我的经验值就往上走了 我的level 我的等级就往上走了 它在变得更加的强悍 而且同样的 他的瓦格纳正在介入了非洲事务 把欧美的军事力量给逼出去 布吉纳法索的宣布叫法国外籍军场滚蛋 这就是一个直接信号 所以说不停的在外围正面进攻和外围的收拢 欧洲他们现在头很大 德国总理说了一次说 我们已经独立于俄罗斯的煤炭能源天然气石油 但是这个东西是付出高昂成本的 为什么德国那些原本在德国生产的企业 现在全部都拉出去去生产了 拉出去去生产了 为什么 成本太高了 是 你是独立于俄罗斯了 是 你的天然气是 但是你是液化的 不好意思 美国高价买给你的 你的石油 俄罗斯的管道石油你不用 你非要用海运石油 那价格也高 煤炭 俄罗斯直接这边货车直接过来的 你不要 你也要海运的过来 那不好意思 你自己去承担 所以这个就得说 俄罗斯 完完全全已经抵抗住了西方 从贝尔伯克这种 成不住气的大妈的 这个言行当中可以分析出来 他们现在很愤怒 就是我们讲的 你他妈看不惯了 惯我 你来咬我 你又不敢咬我 又咬不到我 你只能张验我 你只能骂人 说垃圾话 那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讲 只会说垃圾话 就代表了你已经输掉了 所以俄罗斯在那边 没有问题 可以顶得住 这一点很明确 贝尔伯克有的时候 也会对中共不要拉气话 那在我们看就像个跳梁小丑 你弄不掉我 懂吧 你搞不掉我 你只能在那叫 你越叫 你越跳脚 我们越爽 心情就越好 用台湾的话来讲 小粉红们也太假假了 太假假了 蠢驴一样的 讲这种话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就是这个 对付中国 台湾就 台湾自由时报 就会很高兴 中国回到石器时代了 ASML 证实书中禁令 不限先进继承 梅日和三国 已对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 达成共识 虽未公布限制细节 不过ASML回复中 美财新时 证实 多国政府 对先进制成 晶片制造技术的协议 已有新进展 其中包括先进制成 但不限于先进制成的曝光机 有关 美日和对中国半导体 出口限制 ASML经29日 回复财新 以窒息几国 政府就达成一项 侧重于先进制成 晶片制造技术的协议 有了最近进展 其中将包括先进制成的曝光技术 且不限于先进制成 那么也就是说 对付中国就是技术题目 就是技术题目 就是芯片 说实话 就是芯片了 但是先进制成 它不是那个 就是说 它的曝光机是不给中国的 它就是等于说是卖这个先进制成过来 那么也就是说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就是一直对你中国晶片进行这个打击 但是我也说过了 制裁现在都是双刃剑 他们自己损失多少业务 当你中国这个业务损失很大的时候 也没有变革的动力 也没有经费去变革了 你看这个英特尔 对吧 也是跟中国 也是因为受到对华禁令 英特尔现在都参员多少年 参员都一两万了 业务萎缩都很大的 以前给华为供芯片的这几个厂 厂子很好 好几个都倒闭了 你自己也是在完蛋 这只是眼前的短视 那对中国就采取这样的措施 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手段 对中国没用 只有说科技领域的 某些我们落后于他们的 他们就是疯狂的来进行打压 但是我个人相信 我们国家迟早会搞出来 会攻克这个技术 美国说难听点真的很自卑 华为那时候快把苹果手机给干掉了 市场份额占的很大 然后他们就用举国之力去干华为 是华为手机是被干倒了 但是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你只会更加的让中国奋发图强 去造这个芯片 那还有TikTok也是 TikTok在美国 现在就是共和党的这些众议院 要把TikTok在美国再次禁掉 这又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一个举动 为什么这么一个流行的社交媒体 和一种算法 美国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怎么办呢 就禁掉你 川普在竞选当中 现在还在竞选 他说如果我当选 我要让中国把影响美国国安的资产 全部都交出来 全部都卖掉 对吧 非常的土匪 但这种方法对我来看 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 而不会有什么好处 当然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影响 所以中国呢 我认为只有一条路 面对这种只有一条路 就是自主研发 自主开发 不要听那些什么 唱衰中国的那些屁话 中国一定会走出来一条这样的道路 没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付伊朗 无联机攻击伊朗军工厂卫国 遭拦截 引发巨大爆炸声 伊朗 国营媒体 伊朗通讯社今天报道 国防部表示 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韩 一间军工厂遭无联机攻击卫国 期间发生巨大爆炸声音 根据伊朗通讯社伊朗国防部发声明表示 其中一架无联机被防空系统击中 另外两架落入防御陷阱后爆炸 幸运的是 这次失败的攻击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只有工厂屋顶轻微损害 伊朗数家通讯社稍早前曾报道 一天工厂传出巨大爆炸声 并播放出现爆破闪光的画面 紧急车辆和消防车也赶到现场 伊朗国防部说 这次攻击并没有影响我们的设施和论务 这种盲目的做法不会影响我国继续取得进步 法新社报道 伊朗伊斯法韩副省长说 没有能源上亡 正在调查事发原因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飞机大家一看就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了 去对伊朗进行偷袭 对付伊朗就用偷袭或者说调拨离间 比如说这两天 阿塞拜疆驻伊朗大使馆遭到枪手的袭击 这不就是要挑拨伊朗跟阿塞拜疆的关系吗 但伊朗跟阿塞拜疆都是什叶派穆斯林 他也说了 对我们关系没有任何影响 也就是说伊朗确实要做好国家安全防护 这个无人机 重点其余都要有防空设备 去打击这些无人机 所以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电子战设备很重要 包括中国一直在雅丁湾到波斯湾这一带的也有解放军 这军舰一直在给伊朗提供数据支持 相控阵雷达很重要的 那么所以说这一点 就是伊朗面临的挑战 但是呢可见敌人现在非常着急 对伊朗造这些军工 军工厂造出这些武器装备 日益感到恐惧 想要率先进行袭击 说明敌人真的是着急了 对中国哪怕 我们总结一下 对中国哪怕是杀敌一千 自损一千 或者自损九百五 他都要什么 来干这个事情 哪怕杀敌一千 自损他妈的一千二 他也要干这个事情 猴急猴急的 对伊朗 对伊朗日益强的军事力量 非常恐惧 要去破坏 要去搞 怕伊朗搞出核弹 干嘛干嘛 这些武器装备 对俄罗斯 用辱骂的方式 用失言的方式 失态的方式 歇斯底里的方式 表达 他们真的在衰弱 我们正在前进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来 喜欢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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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